大家好,華記,8月14日報道,其實是15日 今天做了十幾個小時,為甚麼呢? 日本盤折,長假期,人們都去拜山和他們玩 首先我們講講日本地震南海的報道 我今天跟同事開了會,以及去了華記 就跟師傅說,不如買火車票去東京 或者買飛機票回大陸,他的鄉下是廣東 那師傅跟我說,華記,宗師傅跟我說 用甚麼害怕呀?開笑而已,不是地震 我住這麼高,沒事的,不用走 華記茶餐廳就一定不會撤退 然後我們東京的同事,有些就安排他去東京 不可以去大阪,有些就安排他放假,去郵浮 我自己就死守大阪 首先我們今天開箱,開箱做甚麼呢? Yamaha,不是我的電單車 Generator,這個是發電機來的 這個發電機是漂亮的 首先,發電機這裡是沒有油的 這部發電機呢 不知2000-3000貨 剛才去油站買不到油 我打算買了一條水喉 一旦,在我輛私家車裡面 抹前載著油過來 但是抹 aqueles漏兩條水但 entra得出來 絕對這項運動作呢 有些同事有點害怕,又怕火灶 這樣我們就會鬥到土地 全都都是泥地都是 那,就出來我們開了煤車 dual使用整個車去泥地 然後他拆車 będąkg zap引過他們 為什麼由整車站博自於身分證都不肯買 現在時的危急關頭 所以,我一會半晚上 schme嘮 去把油所有紙 接着到這裡 今天就做了十多个小时 开了十多个小时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新办公室 这个新办公室 现在还在努力 现在暖到七彩 大家看看 暖到七彩 这个是SUNSIDE 珠色会社 B&B INFORMATION COUNTER 这个自动门 很漂亮 今天就 介绍一下 网友很关心 我们可以做完 刚才 我把全新的Alfred 和法拉尼 放在五楼的停车场 肯定没事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 播放平安 不用怕 做了防风措施 因为我们背部是河 河 有很多层 今天很累 做了十多小时 这个新垃圾房 刚刚装修好 这个很厉害 现在天棒 我们已经 有一个 SUNSIDE招牌 好开心 已经插了旗 明天和大家拍摄 今晚真的没办法 直播和拍片 十多小时 没停 真的没停 哇 好累 凉都没冲 点几两点 现在 早上10点开工 没停 好忙 好 今天没办法直播 不好意思 明天再和大家 见面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4日 在大阪 出了一个 南海地震海啸报告 我现在就在大阪 小巨蛋 这里就是五楼停车场 我现在就 把我的法拉里 拍在五楼先 安全点 拍两天 希望他取消了这个预警 之后 我就开回公司 现在就 拍了另一架 小金 小熊 现在轮到拍小金 刚刚 拍了我们这架全新 Alfred 小金 搞定了小熊 之后 这架小金 搞定了小金之后 我们还有一部小黑的 放回几架新车 在这里 因为这里始终都是三楼五楼 安全点 放两天 过两天 就取消这个海啸预警 我就把我们的车 放回公司的土地 大家好 我是司徒 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ny 司徒先生 除了这个心中通道通车 香港现在很多大巴 可以直达海瓦 纷纷城 对呀 交通非常方便 另外坐高铁 当然是最舒服的 没错 未来还有这个商场落成 有见及此 我们2024年8月24日 星期六 是星期六 我们会举行一天的 海鸦不分成的免费看楼团 到时会9点15分 福田口岸二号门集合 司徒先生 问下你了 8月份有什么优惠 8月份优惠 首先会送两年管理费给你 另外送家电四件套 价钱还有惊喜 哇 那么吸引 那我们别等了 马上WhatsApp我们报名 大家记住 8月24日 我们等着你报名 到此时见 拜拜